連續舉辦多年的鐵花村運動大會 在今天正式開砲 透過活動遊戲等項目一起同樂 而今年參賽的民眾呢 是只要參加 統統都有獎場面十分熱鬧 參賽者邁開腳步 在領隊的帶領下向廣場前進 連續辦理多年的鐵花村運動大會 今天正式開砲 透過活動遊戲等項目 讓員工以及民眾一同同樂 相互認識 並且享受在歡樂的氛圍當中 鐵花村運動從我們開村以來 應該是2011年就開始辦 然後每年其實就是給鐵花村的員工 還有常常來鐵花村的一些好朋友 不管是音樂人 或者參與的工作人員 好友們一起來 其實就是好玩 然後因為大部分都在夏天 夏天就是我們想讓大家一起同樂 簡單就是這樣子 活動設計非常多元 營造出部落運動會的氛圍感 鐵花村表示 全民運動會不用特別事先報名 可能在經過活動時突然想要報名 也可以報名參賽 若是到現場想要參賽者加油 場地也已經準備好野餐店 一同觀看賽事為參賽者打氣 其實雖然它是叫運動大會 但是我們就是想要模仿就像部落辦的活動那樣子 就是會有一些比較是趣味競賽這樣子 那今天就是今天的遊戲有一些是障礙賽啊 兩人三角啊 然後還有一些從網路上看來的好笑的影片啊 就模仿這樣子 感覺我們當然會邀請一些好朋友 當然常常也有現場經過的一些遊客啊 他覺得很有意思 然後就進來就報名 就跟我們變好朋友了 今年田花村運動大會報名踴躍 吸引非常多的民眾前來 田花村表示若是對活動有興趣 非常歡迎前來參加或是觀看 建範這一台東市報導